大家好,我是刘红云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太冲穴的第五个功效 就是擅长治疗肝胃不合的一些病症 你看我们这个太冲穴是我们肝经的圆穴 首先这个肝经对应的五行属性属木 那太冲穴它是疏穴 疏穴它的五行属性是属土 也就是它属于木经的土穴 所以就擅长治疗肝脾不合肝胃不合的一些疾病 例如说胃疼、胃胀、腹胀、腹胀、反酸、胎气 这一类的通通都是它的主治范围 那针对这一类的情况 这是肝胃不合的这个情况 我们可以用什么我们可以用 例如我们可以用太冲配上中腕来治疗这一类的疾病 那例如说假如说你用董事齐穴 你可以用太冲 然后配上谁呀配上涂水穴 也可以治疗 那同时呢假如说你需要配上次血 我们说了有些时候呢有些病刺血的效果它是要远远的高于针灸的 那你需要刺血 我们可以拿那个就是没有学过的同学 你也可以用那个什么那个家里测血糖那个小针 因为那个小针满工具也就是按针灸的尺寸也就是进针也就一分 所以无论如何它不会把人伤害的 你就是顶多你刺了不出血呗 反正就是你拿这个你在它的这个四花上 四花上呢在哪呢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足三里 就是西眼外西眼下三寸 因为刺血它不是说刺的这个血位点 刺血是刺的这个区域 所以呢外西眼下三寸 下三寸在这儿 然后呢旁开一寸是足三里 它其实在这个区域内 你找这个小的青筋落脉 你用我们家里用那个特别小的采血针 在落脉上轻轻点刺一下 然后那个血出来了 那个血马上就出来 那只要这个血出来 它针对这个胃疼啊胃胀啊 所有的这一些 它就是有一个立竿见勇的效果 我们也可以配上四血来治疗 我们的太冲穴呢 在我们的拇指和第二指 这个指缝中间这个位置 你看我们的这个交接处 它的上五分处是行间 然后呢从再往上一寸 也就是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的太冲穴 太冲呢直次五到八分就可以了 太冲 那今天呢这个关于太冲穴的第五个功效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针灸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